positives and congrats 來到2021年的最後一天 先預祝各位明天新年進步 今天很好將去年有的悲傷 任何負面的情緒包袱 都通通临下了它 以迎接新的美好的一年 不好意思 這次先出片 去講一講今天的一個星象 但是因為今天有一大堆事情去做 這個就是12月31日的星判 說真的 因為我現在是講到一個general的星象 所以那個時間 例如這裡我是取凌晨 還有那個地區 GMT加8的時距 其實這個事情就不需要怎麼理 也都因此就不需要理會 這個星圖的工位 Houses 即是由天平座一直到 逆時針數回去處理做1至12的那些數字 不用理會 我們只需要理會 哪些星座 Zoriac sign 裡面的哪些行星 Planet Z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 金牛座裡面的天 就是天王星 就和 摩蝦座的日 即是太陽 就有一條綠色線 那個就叫做三分上 即是說這兩顆星 是形成了一個120度的angle 同時也會講一講水平座裡面的土星 和射手座裡面的火星 中間有一條藍藍綠綠的線 即是說土星和火星 就形成了一個六分上位sextile 即是說這兩顆星中間又形成了一個60度的angle 或者我們在尖星學就不會叫這些做angle 我們叫它們做aspect 但是如果眼裡的你 可能會留意到 咦?其實 你看到那個金牛的天 和那個水平的土 中間有一條紅色線 我們叫這個做一個90度的直角 壓力的aspect 那為什麼我不說呢? 原來因為這個天土 我們叫四分上 一個square 它已經在發生著很久了 我以前也說過 就算 還有它下年也會繼續有 所以是一個很長的存在 所以我就不會特別講 因為我今天是想講一些 今天才看到的aspect 還有 有關這個天土四分 我在最近的那個尖星大語言 即是2022語言 其十二星座開運秘笈 兼 今天大揭臂 王力雲姜濤 和可思培 其實這一堆的series裡面 其實我已經有part 1 其實在part 1那裡 我就有講天土四分了 所以是這個 正是給今天的 塔千亂男星盤分析 就不特別去講的 好了 我們看一看其實這些上位 事實什麼東西 三分上叫trine 六分上叫sextile 什麼叫容許度呢 英文叫orb 即是說 有時候我就算去畫 我形成了這些 這樣的angle 但其實它 未必那麼精準的 你明白嗎 即是 我叫你去拿個鑒子去畫直角三角形 但有時候你都不是畫到90度那麼漂亮 可能你會畫了91度 大一點 或者小一點 89.5度 原來我們畫 原來這些行星 即是我那一刻去取的那個圖 它們那些東西都不是去倒塌 但其實 說真的 什麼一度八分 或者 0到40分 其實已經是很精準的了 OK 所以 我們就會去分析一下 在這兩個 什麼 日天三分 和火土六分 的聲象影響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呢 不過現在是 Entertainment Time 我們現在先去看片 看看我以前和客人有什麼交流 有什麼去準備 齊齊見證塔尖暖林如何好評如海嘯 要去照顧 要去照顧 要去照顧弱小的工作 所以不單止弱小 你說老人家可不可以 老人家都可以 還有 原來和小動物都可以 照顧小動物 它們都是屬於弱小的 這個就是 陀螺牌建議你接下來去找工的方向 我還有一個課程想讀 寵物訓練員 寵物訓練員 好恐怖 可以說是你占出來的 結果和我想的東西 好奇妙 現在就正式去分析一下 剛才提及的聲象 就講過了 天土四分 其實是一個壓力上為 本心不舒服 其實不舒服 你就要找東西去發洩 原來天王星和土星 各自都找到東西去發洩 那就是天日三分 和土火四分 天王星在金牛座 我們叫一個藥的位置 藥 是藥雞的位置 但你不要以為藥雞 就做不到事情 其實藥雞的星 就越喜歡弄弄震 這個是很重要的 原來有時候 藥的上位是 如果我不知道你們熟不熟占星 有一個上位其實是叫藥 藥 藥 然後如果藥 就弄弄震 其實藥聽起來就很恐怖 但是有時候 一些藥了的星 是真的等於死了 但是有時候藥雞的星 他就是還沒死 然後就是因為星還沒死 他就想隨死掙扎 隨死反擊 你明白嗎 就是因為他越反擊 就越容易會出事 這個天金牛是叫藥的位置 然後他又跟水平的土星 有一些不舒服的磨擦壓力 所以這個天金牛 一定要找些東西去爆出來 然後他爆的那個渠道 就是透過天日三分 他將一些能量透過三分上位 什麼叫三分上位 就是一個很順利的交流 等於左手交右手 一個舉手之路 他就將一些東西全部射過去 太陽磨擦那個位 OK 那就記住了 然後同時 土水平 受到天王星的四分壓力 他又要找一個疏度 就是透過一個六分的上位 把一些能量射過去火星射走那裡 不過其實說真的 因為火星是一個我們叫做快行星 土星是一個慢行星 所以其實就不是土星主動去疏度 而是火星作為一個局外的人 就走過來給一個helping hand 給水瓶座 火星特意走過來幫助 所以火星呢 就是幫土水瓶的壓力去排險的 那就是呢 現在我們終於聽到 原來整個盤 一些疏度壓力情緒的地方 就是落了摩蝶的太陽那裡 還有射手的火星那裡 而射手火星是一個外來的幫助 那這裡總括來說 會有一個怎樣的chemistry呢 哦 原來就是說呢 在一個持續的天土四分上位之下 這個那麼long existing的環境之下 原來呢 在人群之中啊 朋友之間相處之中呢 很多人呢 常常會覺得呢 自己的那個定位被人見不到 自己是成為了一個小鼠仔 自己做不到一個主角 OK 無論在朋友圈也好 或者是工作職場什麼都好 你的價值呢 是不能夠彰顯 別人是漠視了你的存在 但是 今天 12月7號 不過這個星象呢 其實就不只是今天 你當它會延續到 一個多兩個星期左右 OK 所以呢 由今天去到 例如1月15號 多得 這個外來火射手 和這個 入魔揭的幫助呢 嗯 有些人呢 開始要去發威了 發神經了 那他就會透過一些比較 神經德德的方式 去展現自己的 因為火射手是比較神經質 還有呢 我說過啦 那個日魔揭呢 其實它是 受到一個天金牛 這個弱者的影響 天金牛是瘋的 OK 所以平時 看起來好像很 chill 很理性的 日魔揭呢 現在終於 喝不住了 它終於要爆了 好像 那個 什麼戲啊 少林足球那個醬爆 那樣呢 它說了 我這一刻終於要爆了 所以平時 如果你經常覺得 別人是漠視了你的 你 終於 在這 兩個星期之內 有一些自己的價值 你要去彰顯出來 很多人呢 會開始去做一些 叫做一些 精細蟹族 很怪誕 嘩眾取寵的行為 去博得大家的 掌聲 尤其是他們平時 是很不起眼的 平時甚至是 被人覺得是 最弱雞的人 但是呢 原來呢 他內心一直有一些小宇宙呢 就是趁這個時候 去爆發 而 如果 各下的星盤 或者那些人的星盤 他們在 射手和摩蝦 這兩個星座裡面 都有一些吉星的話呢 他們是可以一舉成名的 或者你不要說 去到一個社會世界的層面 去到一舉成名 但是呢 他們因為這些 忍不住的爆發 要去給別人看 他真的會博取到大家的掌聲 大家的認同 然後他以後呢 就會有些獨領豐收啊 成為那個 Leader啊 大家都會去看他頭的 OK 搬隨這個跨年的時候 我覺得又 就是 我給了一個例子 就是這件事 如何去做得意 就是 跨年大家都會有很多慶祝活動 開一下派對 這樣 然後呢 在人群裡面 你平時不是很起眼的 但是趁著這個 很開心的 OK 你喜歡有些東西 要去表現去表演 去表演 例如 人家平時不知道你 這麼會搞GAT的 原來你可以這樣做的 哇 你就去完全展現 大家就好喜歡你了 以後你就變成大家的開心笑蛋了 變成全部派對的搞手了 OK 或者在一些慶祝活動裡面呢 你無端端表演 表演那些break dance 哇 原來你懂得一直轉一百下 都不頭暈的 哇 在那扭來扭去的 哇 那些人覺得 哇 我完全以前沒有見過你可以這麼厲害的喔 然後真的很欣賞你 OK 那這些東西又是可以去 就是幫你去 得到一個認同 又或者呢 我當 跨年 有時候有些人會有些什麼倒數的 動作 然後你 你研究了一個很特別的倒數方式 然後你把它拍上網 就放給全世界看 就有很多的views 有很多的like 然後這些東西又出了名 那這個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例子呢 就是 這個 星象能量 可以得以的正面的彰顯 OK 那 所以看看你們 會不會有利益 從這些的星象 再次公祝大家 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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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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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